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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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在中央大学的国际 困境学术研讨会 作了一个 专题讲演 就是讲这个题目 《从坤腔收到坤记》 他这个一个月 他只有一个小时 讲演的时间 今天我们用两个小时 这个如果要细讲 也可以一年 也可以半年 看你怎么样去探讨他 所以有所谓大题小做 也有小题大做 就看情况 一个小时 当然就是提纲切领 最惊讶的地方 两个小时 就给各位做一个 比较完整的概念 三个小时 不知道 如果当一门客来说 那他就许多的问题 那他就许多的问题 对不对 的探讨 包括要举实力 包括昆虚的怎么样 昆虚的民众 对不对等等 当然就不一样 当然就不一样 我讲完以后 有一位 在湖南 春江 各位知道 春江兴至绕春山 为谁留下消香气 的那个春桌 有一个昆虚团 他们就叫做这个香坤 叫香坤 那个春山 我登上去过 原来那个山上的山林 叫苏仙林 这是在1995年的时候 我第二次带领这个昆虚 去录影队 去录驻每个昆虚团的经典剧幕 那昆虚可以说比较偏僻 光坐火车坐了十几个小时 而且是寒假的冬天 是真的非常辛苦 我们那时候为国为民 能省的钱就省 多录一出戏 就多录一出戏 真是一种书生情怀 书生情怀 没有这样的情怀 是无法谈文化事业的 可是当我登上了这个苏仙林 看到环绕在底下的春江 那苏仙林当然就是春山了 游染有感 就集席写了一首诗 后来参与这工作的 那有这个王爱玲啊 这个蔡欣欣啊 施德玉啊等等的 那施德玉她呢 是音乐教授 他就把它谱了 谱成曲 这个呢 这一首诗啊 就是这样子 即兴的 苏山岭上望春桌 苏山 苏山 苏东坡的苏 苏仙岭上望春桌 我说山水不知金谷处啊 山水根本不知道啊 金谷有什么处的 我说 春山幸之父春水啊 春山觉得很荣幸 这个 把这个什么呢 春水在它的周边流动 使水可以绑着青山 山水相依相绑 梗古这个什么呢 那一种 吴衰 而且呢 山永不以水比大 比高 所以永不以山 怎么样 比长比大 对不对 它只是一种 刚柔 相得益彰的美 我认为人世间最美的组合 就是山水 山如果没有水 山的那个滋印没有 水如果没有山呢 那显得太这个什么呢 也没有倒影 也没有这个可以依榜的 所以山水是永远的相得欲仗 所以春山这个什么呢 我刚刚念 我刚刚念 怎么念 书先领上望春桌 山水不知金谷愁 好 糟糕 第三句旺 刚才我念了嘛 现在旺 有什么 也不是 算了 等一下就会想起来 也不是 算了 等一下就会想起来 这片段凌岁 一下也忘了 是这样 更激烈 春山何必赴春水 春山何必一定要赴春水呢 古间离恨至幽 不 人间离恨至幽 我说自古以来 这个离恨是永远无法排除的 永远绵长下去的 因为什么 春将为水留下消香去 对不对 有一种 所以就根据这个秦冠的这个诗 秦冠的诗是 春将兴至绕 春将兴至绕春山 为水留下消香去 所以这个 我现在说的其实和这个无关 就是呢 这个院长呢 和我也很熟 后来我也去访问过他们 在前几年 我讲完以后啊 我讲完以后啊 这个院长叫顾苑 顾苑 顾苑 艳丽的苑 他说曾教授啊 我听了这些演讲 我才知道什么叫昆曲 什么叫昆曲 昆曲 你看看他从小就在唱昆曲 昆曲 现在又做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昆曲院的院长 但是什么叫昆曲 什么叫昆曲 昆曲 你居然都不知道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因为我发现好些学者 重视在研究昆曲昆曲 但是没有真正弄清楚什么呀 什么叫昆曲 什么叫昆曲 这是犯了我一直和各位同学说的 什么毛病啊 十一院不长 还有对你所从事的 就因为太俗了 反了怎么样 忘了给他做一个明确的定位和认知 你看我们黑板上所写的这些名词 真要把它讲清楚 并不是容易的 所以我们先做这个 我没有办法拿学术的探讨的历程 我只把最惊讶的告诉各位 腔调 各位可以想一想 腔调是一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 但是是空间大还是时间大制约性空间 所以我们说南腔北调 因为地域不同 所以腔调就不会一样 但是我们学生意学也会说古今怎么样 因变 这是时间会变化 可见腔调式的根源在哪里啊 在语言 在语言 那语言的最根本在哪里啊 是在语言 那么语言有没有区域性啊 所以才有方音方脸 古代交通发达不发达不发达 所以隔一条江隔一个山 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啊 所以地域性区域性就非常的分别 就很明显 因此呢 方音如果以方言作载体 方音以方言作载体 所产生的语言旋律 就叫腔调 就叫腔调 福建有七十八个县 但听说福建有一百零八个 八种这个方言 就可见呢 因为交通不发达 因此这个方音与方言 所产生的腔调的语言旋律 只要怎么样 这个区域有这么一群人 长期生活在一起 它就会不会形成啊 自然会形成 你到时候到后来 知道不知道这个 它这个什么呢 这个我们闽南枪 客家枪 广东枪 黄霉调 四桌调 等等这些地方性的腔调 它的原生 的时间 能不能抓得住啊 很难考证 为什么啊 因为这一群人生活在这里 它就会慢慢有的 现在学者很糟糕的一点 错误观念 比如说昆山羌 顾名思义是昆山这个地方呢 怎么样 腔调啊 他就从书上找 哦 出现了 昆山羌 有的找到了 有的找到了 说是袁莫名初的 一个顾坚 还是还哪有关系 然后说 六百年前 顾坚创了 创立昆山羌 真的啊 这学者都这样 那么又有什么 不是 哪有包括前南洋啊 这样了不起的学者 顾坚这个人有问题 因为从他之后 昆山羌不再出现了 一直要到 徐卫南齐 南齿西陆 嘉靖阎县 如果顾坚有这个人 从后来就不见了 他认为是 他创的 因此大家就说 哦 是魏良府 四百五十年 所以昆 里面都会听到 昆羌昆渠 什么的历史 是四百五十年 这是根本的错误 腔调不可能 为一个人所创 对不对啊 不可能 腔调是一群人 所以腔调是一群人的 以言旋律的共性 才叫腔调 腔调有没有名词啊 刚刚这个什么 在昆山这个地方 有这个腔调 昆山这里的人 人的以言旋律的腔调说 请问 他有没有自己的名词啊 不会有 就像 京西 在北京 由这个福广来的西匹 由江西 移皇去的移皇江 当后来我们说奥坊 在北京 慢慢形成了批方系 批方系的形成 也在湖北襄阳 西匹奥坊结合 也在扬州结合 可是最后为什么 我们承认北京呢 因为北京是首都啊 西匹奥坊在北京 会不会精化 就会精化 在北京的时候 他只是称批方系 因为是西匹奥坊的系 可是精化以后的批方系 流传到天津 流传到上海 上海人 那天津人会怎么称他 不称批方系 经系 经济 所以 一个巨种 也要流传到外以后 才会有这个什么呀 有名称啊 我们中秋节的时候 都会吃文旦 对不对啊 那台北的文旦 有从麻豆来的 我们说麻豆文旦 有从园林来的 我们说园林文旦 有台东来的 我们说台东文旦 可是在麻豆这个地方的人 有没有父亲对啊 你说今天中秋节 我们大家来吃麻豆文旦 一定说孩子们 中秋节吃月饼吃文旦 对不对啊 那为什么台北要乘麻豆文旦呢 比如说佩仙到我家 我就说佩仙啊 老师今天中秋节 送你两颗这个什么呢 麻豆文旦 这麻豆文旦是文旦里面最好的 一定会这么说 所以腔调也要怎么样 腔调开始有名称 一定是怎么样 传播到外边了 大家 离开了坤山 大家才给它叫坤山腔 所以文献一记载有坤山腔 就表示坤山腔的这个势力怎么样 已经流传在外边了 像这种基本的观念 你说没有的话 怎么讨论问题 所以错误百出 就是从最基本的 没有去仔细 用逻辑的观念 仔细认知 所以坤腔调 就是方音与方言为载体的 这个语言旋律 那么土腔如果拿坤山这个区域来说 就坤山当地的怎么样 语言旋律 坤山腔是流伯在外 被外地人称呼的这个腔调名字 那最早现在证实 就是袁末明初的顾坚 顾左右奥远他的顾坚定的坚 在六百年前 坤山腔流伯在外边 所以 他的生命力也比较强 坤山腔流伯以后 当然 他会产生一些现象 就好像 我们说南戏的根源 是 将来我们会讲 是浙江的温州 那么温州人要唱戏 会不会用温州的方音方言呢 当然会 所以用的是温州的土腔 那学者就会说 奇怪啊 这个温州系 一成立以后 怎么文献都看不到温州腔这样的名词呢 所以 是不是在温州这个地方发生的 其实是有两个迹象可以考察的 但是 原因是在温州腔的土腔啊 它呢 虽然成立 形成一个新的剧种 有勇家杂具 或者称为温州杂具 或者也称为 细温州细文 称温州细文 勇家杂具 就表示 它是用温州腔 勇家腔来歌唱的 那为什么 没有刘伯 像其他的腔调的一些记载呢 因为腔调刘伯出去啊 腔调的生命力的强弱有关 有些生命力强弱的 有 原生地 到外边 会怎么样 会 吸收 吃掉 另外一个流布地的 腔调的元素 它自己盖过人家 就是一种 一种四斤立地 对不对 并存 一种 我若你强 流布地强 就把你吃掉 被流布地吃掉 改称为流布地 所以 温州腔的细纹 一到了 易阳这个地方 变易阳腔细纹 到了海沿这个地方 变海沿腔细纹 到了余瑶这个地方 变余瑶细纹 到了温州这个地方 变温州细纹 他们都是各地的这个腔调 那为什么 以他为名呢 因为他们有能力 流布出去 原生地的温州土腔 一流出去 和易阳 海沿 宜瑶 昆山 碰撞在一起 它被人家吃掉了 所以就变成新的民族 可是强的呢 像易阳腔到处流布 到北京到云南什么都有 都还称易阳腔 他生命力就强 像近代的邦子 邦子腔 邦子腔从龙东 叫龙东掉 龙东就是龙山以东 甘肃陕西交界 他原来也是琴 琴果的西部 所以也叫做西琴腔 他的诅咒乐器是邦子 所以一般叫邦子腔 邦子腔一往陕西流布 变陕西邦子 山西邦子 河南邦子 河北邦子 山东邦子 请问这象征什么意义啊 邦子腔的势力怎么样 很强大 刘波那么广远地区 没有人等得住他 所以各个各个变成他的祖孙 敌一 这个叫枪系 枪调系统 一般也称声枪 那么这个枪系 难道 陕西邦子 山西邦子 河南邦子 河北邦子 山东邦子 都一样吗 不完全一样 为什么不完全一样啊 因为他消灭了人家 吃掉人家 人家的元素 因素 会不会注入到邦子腔的这个血液里边 内在里边 所以他就会 邦子腔就会说 流布地的地方的 轻微的变化 变化 所以产生轻微的直变 那个陕西 山西 河南 河北 山东 这个地域名 都表示这里的 方阴方言的影响在里边 这是腔调呢 流布产生的现象 一般人也不考察这些 所以 就这个什么呢 搞不清楚 还有 我不是和各位一再说过 歌唱者演员 从他的口腔里边唱出来的 我们叫唱腔 唱腔 唱腔的怎么样结果形式呢 唱腔一定有歌唱者的音色特质 音色就是他声音 声音的这个直性在里边 每个人音色不一样 每个人音色不一样 所以电话里边 一说 你马上知道你的什么朋友 除非他十年八年不见 你忘了他的音色 所以这个音色是个人的特质 所以这个音色是个人的特质 然后呢 每个人的嘴巴 对于每一个字音 过程字音的元素 声音 声母 原因 韵尾 这个声调 等等的 这个组成声音的元素 它都有不同的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你要把它这个什么呢 准确的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把它 吐音吐出来 这就是靠你嘴巴 口法 口腔 应作能力的高低 所以这个口法 也可以 对于歌唱者的 这个唱腔呢 产生很大的影响 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歌唱者 对于他所唱的歌词 歌词里边所蕴含的 旋语外 旋语外 还有他的 词琴 词琴就包含 他里边每个字 附词句子的 意义情境 还有内在的思想情感 这种意义情境思想情感 你要用声音把它传达出来 就靠着怎么样呢 靠着你歌唱的时候 就是说行枪的这个能力 行枪运作的这个手法 当然主要是高低啊 强弱啊 长短啊 顿臭啊 或者转换这个什么各种 特殊的花枪啊 所以行枪 因此呢 一个人的唱枪一定是在 音色 口法 行枪 综合啊 成的 请问 这个 就唱出来的声音来说 对 腔调来说是怎么样 是个性 腔调是怎么样 共性 这一群人里边 大家的共性就在腔调 每个不同的人 在腔调的基础上 比如说我闽南人 我就有闽南腔嘛 这是我与生寄来的 可是我的音色 口法 行枪 这是我个人 但是我的基础还是什么 还是在我所熟的腔调 所以唱腔一定是以腔调为基础 所产生的个人的 这个声音的这个特色 因此腔调和唱腔之间 如果你在口法 你可以产生自己独特的这个 咬住土音的技法 还有行枪的方式 这一些可以不可以交给别人啊 可以交给别人 这音色无法交嘛 但口法行枪的能力可以交啊 所以用我的腔调 就可以去提升 改变一个共性的腔调 原来这共性的腔调 没有经过艺术化 很自然的一种这个 这个现象来 所以你用你的唱腔 是可以改变提升这个腔调的 其实顾坚这个人和魏良府 他们都是对昆山腔怎么样 去改良改革的 所以魏良府绝不是和顾坚绝不是 是创造坤山腔的人 他们只是怎么样 用自己的腔调去改革 坤山腔的艺术职性 这个也是一般学者没弄清楚 如果再往这里追查 那么改革坤山腔的人太多了 只是他们两个 尤其是魏良府是什么 集大成 改革的人 其他我就不说了 就绝不止他们两个 所以这一点各位要了解 因此呢 水磨调 就是魏良府 他用他的唱腔呢 运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呢 原来昆山腔达到的水准 不过是以声调行腔 很重致评赏趣弱 这个的准确性 这个比民歌之间 满心奥发四口奥成 直接唱出来 以声调行腔是不是就高了 相当多了 他会遇到腔调的 这个声调的变化 民歌只是一字音 就直接就出来的 可是水磨调呢 它是以字音定腔 它呈现的时候 把一个字音分析 过程 比如说 天 它叫天 东 它叫东 就有自脱自腹自尾 把这个字音分析 每一个部分 再融入在音乐歌唱里边 它是往初的方面提升 还是往细的方面提升 往细的方面提升 所以水磨调 为什么叫水磨啊 水磨过的东西 是不是功夫啊 是不是细腻啊 是不是非常优柔啊 就来形容这个腔调的特质 所以水磨调 对昆山腔来说 昆山腔就是由昆山土腔已经流传在外 被大家喜欢的了 否则不会流传出去 那水磨调是什么呢 又把这个流传出去的腔调 魏良府经过研究 他研究是和谁研究啊 自己和好朋友 女儿女婿 好朋友也好几个 比起祖母 还有学生 我考察好几十个 好几十个共同和他 所以他是集大成 才创发出这个水磨调 才创发出这个水磨调 那他和梁春宇的不一样 梁春宇也是个音乐家 但梁春宇有文学创作 他创了像《反杀气》这样的作品 然后呢 这个魏良府的水磨调 就达到一种清唱的境界 清唱 清唱你们知道 就是最讲究一字音 搬演乐器配搭的最艺术的歌曲 可是在演戏的时候要什么 有锣鼓声段的种种配搭 所谓哪一个京戏啊 清唱京戏还是唱剧曲演出 清唱京戏 魏良府把这个京戏的唱腔改良了 梁春宇是用剧本来做他的载体 他原来只是用曲牌做他的载体 现在梁春宇呢 用剧本做他的载体 剧女本里边就有角色不同性质的演员 清唱会不会唱那个 像《作战》那样的小曲啊 或者镜头插科打分的小曲啊 不会 清唱一定唱的艺术歌曲 就是戏曲 一版三原的戏曲 可是演出剧曲什么样的曲子都要啊 还要配合声段啊 锣鼓的硬称啊 像晏蓉在演戏的时候 你看她很威风啊 谁都要听她呢 那个有锣鼓的蹭透 所以一个演员的唱腔 哪一个这个最容易露出自己的缺点啊 清唱者容易还是唱戏的容易啊 清唱的容易 因为唱戏的锣鼓一含分就带过了 唱这个清唱的 那就要看功力 这样就 所以清唱于 剧中的这个歌唱 是一个比较趋于亚 一个趋于比较怎么样 俗 比较趋于俗 梁辰宇是把她提升到罪啊 可是 我说错了 为梁府把她提升到罪啊 梁辰宇会谁吧 这个人都会 梁辰宇呢 她 就在水魔调基础上 用她的剧本做载体 把她呢 舞台化 那么请问 所以昆曲就是用昆山水魔调 用水魔调来唱的怎么样 来唱的这个曲子 它是偏向于怎么样 清唱的 昆句是什么呀 用昆山水魔调来演出的戏剧 如果 广义的昆曲 请问 季曲里边 所唱的曲子 也可以不可以叫昆曲啊 也可以 所以昆曲的范围 就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水魔调 就是经过 魏梁府等人 改良过的昆山枪 昆山枪 昆曲 就是讲求 很严格规律的曲牌 所唱出来的 这个乐曲 那曲牌有八例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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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讲过了 曲牌有八例 昆距 就是这样子 好 这是一个基本概念 要有 也因此 这个昆距 如果呢 要来给它说明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剧种 那个昆就昆山枪水魔调 对不对 用昆山枪水魔调 来唱出的戏剧 叫昆距 这就叫枪调剧种 它是用枪调做主体来命名的 就像黄梅戏 就用黄梅调来怎么样 演出的戏曲 鸽子戏 鸽子戏 就用鸽子调来演出的戏曲 早一点的 海颜戏 海颜枪演出的戏曲 易阳戏 易阳枪演出的戏曲 昆山戏 昆山枪演出的戏曲 鱼腰枪演出的戏曲 鱼腰枪演出的戏曲 可是戏曲的剧种 还有一种是用它的体制规律 外在结构 来做基础分野 各位都知道 别取杂句 一本几则 四则 难取细文 则数 不定 但基本上在十一则以上 十二三四十则之间 你看这个体制 长短段落 就不一样 元扎曲一个人读唱 难取细文 每个角色都可以唱 这不同的体制规律 就叫做体制剧种 那么昆剧和体制剧种有什么关系呢 腔调剧种和这个体制剧种有什么关系呢 体制剧种大概都作为腔调剧种的载体 的载体 所以 如果用明清传奇这样的体制规律 的体制剧种做载体 然后用昆山水魔调来歌唱 它就可以叫昆剧 这个传奇是可以叫昆剧 而传奇到后来 它之所以体制剧种里边 被称为传奇 学术的传奇 也因为有一个主要元素 就是它是用这个水魔调来歌唱 也就是说 传奇在体制剧种里边 它是南曲细文和北曲杂句的 一个混血 交融在一起的混血 这个混血产生了体制规律 所以又用昆山水魔调来歌唱 这综合起来才能叫做真正的传奇 但是昆剧可以广义一点 只要用昆山水魔调来歌唱的戏曲 都可以叫昆剧 所以传奇这个体制剧种 做它的载体 它固然可以称昆剧 而魏良武和他的这个女婿 张也固然可以称昆剧 龚长张野外的野 池塘的团 和张也团 两个温序呢 组模出来 水魔调 也可以去唱北曲 这叫北曲昆唱 这把大通啊南北曲 都可以用水魔调歌唱 这是很不容易的 他们研究了很久 一说别曲也可以被水魔调来唱 所以像窦额渊单刀会 为什么都叫昆剧啊 因为他们都已经被用怎么样 昆山水魔调来演唱 同样琵琶剧是南起戏文啊 他也可以用昆山水魔调来演唱 所以琵琶剧 或者拜月庭 也可以叫昆剧 所以昆山水魔调的载体 最适合的 最适合的 其实是什么啊 传奇这个 最适合的 最合乎他的 但是他也可以延伸到 南起戏文 北起杂句 然后被他唱 都可以冒成昆剧了 在水魔调还没有原生以前 这昆山枪 这昆山枪 基本上只唱 南戏 南曲戏文 所以那时候的昆剧 是南曲戏文 北起杂句 他还没有能力唱 还没有研究出来 所以昆剧 光这昆剧的名词 他都有时代的不同 剧种的不同 但真正最到底 最合力的是传奇 传奇是 以南曲戏文为母体 又融入了北起杂句的元素 就南北起焦化 混血 以南曲戏文为母体的新剧种 就叫传奇 可是在同时 明代佳境以后 同时 同样都是明代佳境以后 以北起杂句为母体 然后再融入南曲戏文的元素 产生的混血 北起杂句为母 就叫南杂句 南杂句 南杂句 比较短 文学性 这个文人画 比较厉害 传奇 也有很文人画 但也有比较通俗的 南杂句 南杂句 短可以短到一则 一则 多到十一则 传奇呢 现在基本上在最少十五六则以上 多的话可以到240处 南杂句 南杂句 也是很适合做水磨吊的载体 我现在所编的 新编昆句 基本上都采取什么 是传奇还是南杂句 南杂句 因为南杂句短 但是具有传奇同样的职性 都是混血 现在 演出 绝对不能超过七出 因为两个半小时 所以我们的 蔡文姬只有六出 上下场各三出 是这个缘故 好 那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昆句 它为什么可以成为 联合国的文教组织 把它挑选出 成为世界共同的文化资产 文化遗产 因为 它可以说 具有以下三种 重要元素的 融合 第一 它是 最精致的艺术歌曲 歌唱方面 因为 它的曲牌 我们说过 有含巴黎 每个曲牌 有没有个性啊 有个性 这是任何 运文学 都没有达到的境界 歌唱的艺术 口法的掌握 行枪能力 的训练 也是 最艰难的 第二 第二 就是说 在表演艺术上 表演艺术上 各位知道 歌唱是一种 舞蹈 七月演奏 这三个各自独立 或者杂耍特技 的表演 或者是说唱故事 说说唱唱 的表演 那这都 各种独立的元素 已经都可以做成什么了 都可以做成 一门艺术 把两门艺术要 结合在一起 是不是难度更高啊 所以 歌舞 就要歌兼舞 歌乐 音乐 音乐要和歌唱 要融合配搭 乐舞 也要音乐和舞蹈配搭 而我们的昆曲呢 是 歌舞乐的完全融合 三者完全融合 各位要知道 配搭 衬托 和融合 是 不一样的境界 为什么说 它融合呢 只要演员唱 一句唱 鸟 鸟琴 诗 吹来 闲亭 你唱这一句 这个 这个语言里边的音乐 形成的语言旋律 就要怎么样 就要和音乐旋律怎么样 融合在一起 然后 然后 乐器 来衬托它 描述它 强化它 来宣言它 这是同时出来的 也就是说 你的声音 你唱出来的声音 对歌词的意义 情境思想情感 要不要去诠释它 要不要去诠释它 声音和歌词的情境 融在一起 或者你不动人 你的声音里边 已经感染 那个歌词的意义 情境思想情感 所以声音给人的感受 也要有 歌唱者的那个 感受 同时 你的四肢五体的 这个什么呀 要采取一种曲线的眉 用这种曲线眉的动作 或身段乃至于眉目之间 眼神的飘动 故事 观瞻 种种 这一些出来的 都要带着一种 舞蹈画的这种 美感 而这种肢体 语言的美感化 也同时 要不要诠释 歌词的意义 情境思想情感 你唱碧云天 你可以不可以看地上唱 道理就一样 这三者 是同时展现的 这就在表演艺术上 他也是表演艺术上的 站在 那个 巅峰之上 还有他的文学 还有他的文学 能一天到晚唱 新站北北 跪三观 这个 就显得稍微离俗一点 其马尼亚碧云天 黄月地 西风景 北燕南飞 对不对 他的文学性 要讲究优雅 俗中戴雅 雅中戴俗 令人呢 有一种 这个滋味韻味在里边的文学 而不是离俗如百秒 这个什么呢 那样的英文 所以它是最优雅的文学 一个最精致的艺术 最巅峰的表演 最优雅的文学 三味融合在一起 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 困俱 所谓困俱 是我们最了不起的 这个艺术 格子戏 你在怎么样 国家剧院里边 唱出来的音乐怎么样 离俗的 身段 还没有到 城市化 肢体语言的程度 只是一种 节奏的配搭 包括 经济也一样 经济也有城市化 但是它没有完全的 肢体语言化 这个是 经济就是要往 昆聚那样精致的构度 还没有完成 所以 歌子戏 经济 昆聚 可以说是三种不同的 程度的 歌唱艺术 表演艺术 和文学 拿这三个来说 那么 昆聚啊 这个 编撰 昆聚 昆聚的编撰 和别的巨种 基本上 大纲大脸 都可以有共通的地方 可是 最不可忽略 也要选出一个巨种的 特色的 比如说 比如说歌子戏 它一定要怎么样 要乡土的语言嘛 歌子戏就是在闽南语啊 闽南语要显现出闽南语的特色的 就是闽南语的怎么样 俗语啊 燕语啊 邂逅语啊 邂逅语啊 这些 流行 在群众之间 大家耳熟能详 但是利用这样的语言 又可以 产生很丰富的 机器 别的语言所不能取代的 所以 现在的歌子戏 在这方面 几乎都怎么样 及格不及格啊 不及格 就语言的应用 同样 客家戏 所以 我最近 在 12月2号 在 喜常会民歌 采集运动50年 上啊 用这个 为喜常会做了一个组曲 等一套曲子 那有 开始 戏曲 写这个 采集运动的艰辛 然后在 每一支曲子 代表一种 什么 恒春 绵窑啊 古老绵窑啊 客家绵窑啊 山地歌窑啊 南館啊 北館啊 然后有一个 一个尾声 最后呢 一个总结啊 等于是在 朗歌颂 许常会 一生的 这个事业功德 那是徐 这个 郑荣兴 啊 他是 客家 音乐的传人 五代传人 他对于客家音乐 的这个契乐 歌曲 作曲 可以说 我集一生 当今我妈不做第二人响 那他就来谱这个曲子 我用的是什么 是 诗处 这个诗 绝句体 歌谣体 但比较 雅俗之间的 歌谣体 不能太雅 好 因为太雅 就不合乎 民歌本身的这个 情调 也不能离俗到 很离俗 因为 毕竟出自于我的手 有这个基本的 雅的这个 在里边 可是我用的是 传统的语言 汉 当然不是闽南语 诗词里边的语言 可是汉 客家 语言 就怎么样 他用客家的 腔调 客家的 歌谣的腔形 来谱 会不会完全合拍啊 就未必 所以有一两个地方 郑荣兴就 扣服 他 改成相同的意思 但是客家的语言 唱起来才会 会怎么样 会自然 顺畅 你看连这样子 都会怎么样 都会 必须要 改动这个语言 所以语言 是个根本 为什么 经济 经济 它要用 精化的 语言 经济的根源 西匹为主 西匹 就是胡广 胡广 就现在的 武汉三镇的 汉口这一代的 叫胡广英 可是呢 流传到北京 北京人的 语言影响 大不大 大 那在语言里边 哪一部分 声比较 重要 还是韵比较重要 在语言 弦义里边 韵是最基本的基础 所以声调可以 不行 没有韵是不行 那要让北京人听得懂 可是要保留 胡广英的 韵味 如果把 胡广英的这个 这个 韵味没有的话 那它呢 就是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原来在北京的这个 批房系 就有金派的张阿葵 有这个什么 那个 那个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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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庚 的这个 胡广派 还有 还有什么 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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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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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以北京的 鸭韵十三道者 为韵脚 那个 那个声 声调 声调 就用胡广英 这样柔和起来 就 既有这个什么呢 传统的 批房的味道 可是也有 北京人阿多 能接受的 那种旋律 所以 这时候的批房 我把它叫 精化的批房 可是 可是从胡广那边传入 江西到闽西 再到 这个 龙海 的西匹奥行 他就没有精化过 这个传到台湾 就是我们现在北館 北館里边的什么 西匹 到广东 就是广东汉记 所以这个语言呢 它基本上 是一个根本 那我们昆记呢 昆记只是这个民歌小调的这个语言吗 昆记要讲究 圣诞有圣诞之曲 敬仇有敬仇之枪 也就不同角色 不同人物 生活都不能一样 而昆记是以什么为主啊 圣诞为主啊 圣诞要牙还是要俗啊 所以牙为主啊 俗只是怎么样 来衬托而已啊 俗只是来衬托基趣 那既然要牙 它的音乐性要高 音乐性是反映在什么上边呢 曲牌啊 曲牌啊 这种形式作为 昆曲优雅语言的载体 它这个载体 就产生了我们说的怎么样 巴黎 对不对啊 一个曲牌有巴黎 而现代人 能懂得这个曲牌巴黎的人 真是凤毛凝角啊 真凤毛凝角 为什么我常在大陆得罪人 因为他们都卫照 卫照昆曲 从院长到演员 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尼说 尤其表演艺术工作者 最怕的是怎么样 他喜欢听假话还真话 好听的话 好听的话 对啦 尼修正的好 好听的话 可是我的为人呢 我认为越清晴 越把他当朋友了 我都说真话 你想那些六大昆劇团 哪一团 不是当年我对他们那么样 请他到台湾来演出 配搭 我光为昆劇团来台湾演出 写了三四十篇文章 在报纸 长的四千五千字 短的也一两千字 你看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给他们露营 每个昆劇团 所以我很爱护他们 我很希望他们能争传 昆劇的传统 可是很遗憾 他们都要新编戏 要新编戏 找了名气好像很大的编剧者 可是他 一个编剧者 如果对这个剧种 不认识 莫生 你拿画剧的来篇昆劇 编出来能看吗 拿画剧的导演来导演昆劇 倒出来能看吗 但是在大陆却充斥这样的现象 所以他们唱的最多只是 用配搭出来的昆腔 而不是昆曲 各位昆曲我们刚才说的 要什么 与什么做载体啊 巴黎的曲牌做载体 那个才能叫昆曲 我不是也运用了一些 绝句啊 或者七粒啊 做开头的影子 那是用 周勤教授是用昆腔来扑 但他不是昆曲 比如说我们的蔡文基 开始出来唱的 是 初塞招军不得归 琵琶拨索翠三眉 然后 文基反汉相离别 催测福家 孤雁飞 吴家 孤雁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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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古 千古 万古 万古 萬古 從誰解釋 誰能把它解開 把它說清楚 就是解釋 解釋就是說 把羈絆解開又說清楚 解釋原來 萬古老手誰解釋 一腔苦恨 致詞毀 可憐才學 多教你 寸寸如常 寸寸虧 你像這樣一首 七律 我們周勤教授照樣把它譜成 昆腔唱 但是是昆腔 而不是昆曲 現在太多人都誤以為 語言把它譜成的 都是昆曲 你要知道 我們說歌謠小調是以歌謠為文學的載體 對不對 那歌謠的文學載體和詩是差不多的 那個只是用土槍來配搭的一種昆腔的載體 你到詩站也可以用昆腔 但是要有曲牌以後 它有巴黎 這一支曲子唱的時候 就非常有什麼樣呢 有它的韻味 有它喜怒哀樂的情感在一邊 所以你們去看 我們沒有給他們 有沒有劇本發給大家 沒有 這是我的失誤 應該要我把劇本發給你們 那個劇本裡面 你們看每一個曲子 它的格力 它還運用的語言 像有一支黑馬令吧 裡面用的這個碟字延聲的 比如說極竊竊啊 什麼什麼 欺禪等等 或者是草青 木青 欺青 苦青 這個恨聲 怨聲等等 碟字這樣的一種規律 任何人來做這支曲子 就要合乎這種語言的文法的特殊性 它唱出來才會有這個黑馬令的味道 你兩軍作戰 唱出來就要兩軍作戰的這個曲子 一起 繞場 蔡文基 要反漢的隊伍 在舞臺繞場 就表示 三庭路來 就是什麼 過了兩庭 碰到王昭君的墓 在繞場所唱的一定是群唱 群體唱的曲牌 絕不能一個人唱 群體唱的曲牌 只能群體唱 這個 一般人怎麼會注意這些問題呢 所以他們選擇曲牌 第一 沒有能力 第二根本不在曲牌的巴黎怎麼樣去運用它 那我當然不一樣 我是吃這一行飯的 對不對 你看那個炒麵的這樣炒 炒 秀 技術非常好嗎 你們有沒有過到牛肉攤子裡邊 買半斤牛肉 卡 半斤 再多一點給你 你很高興 他一刀 卡 歐陽修還寫過賣魚翁 賣魚翁 這用那個什麼 滴滴的 一點都留不準 都非常精準 你滴滴看 撒得滿地 道理一樣 所以我編一個蔡文之夜 也不過七八天而已 因為我都熟啊 想到什麼 信索連來這一場景用什麼 曲譜一翻 哪些曲子適合就擺進去了 你如果不懂 從年初一翻到這個什麼年尾 你也抓不出這景準確的曲牌出來 所以像這樣三種戲劇 經劇就是施戰 七個字 十個字 但是現在在編經劇裡懂得 單數劇要壓折聲音 雙數劇要壓平聲音 不可以四字連用 不可以四平連用 稍微調適平著 這些觀念也沒有 也沒有 這很簡單 因為觀念沒有 所以像這一些呢 第一 語言 我們一定要缺合這個劇種的語言 如果我用編劇昆劇的語言去唱歌子戲 你們剛剛這歌子戲還誰想看呢 我編這個《慈禧與真非》是邦子戲 我就告訴他們說 邦子戲的語言應該要稍微理俗一點 可是這是宮廷大戲 就符合深厚 宮廷大戲要有宮廷大戲的語言 而不是邦子戲演出鄉土的這個情懷的這些 所以我就給他調適比較雅一點 劣勢這一些 所以各位去啊 我都特別把每一支曲字公調 曲牌 正字 秤字 正秤字大概還有一兩個小錯誤 沒叫出來 大字小字 你們留意他 那唱小字的時候一定會比較輕快 小字的時候 大字的時候 有時候一個字是 不是每一個字都是一字三音啦 但是那個做腔行腔一定是一字三音 就字頭字腹字尾 各位利用這個去留意一下 還有音樂移動 然後一唱出來 就歌舞越融合 歌舞越融合 這是這個劇種的特色 中文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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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